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熊观影》,我是阿翔 本周我们继续来看经典美剧《行尸走肉》第七季的第三集 之前我们讲到尼根为了逼迫亚里山大进攻,把努哥作为人知带走 实际上,除了威胁之外,尼根认为努哥是瑞克团众最硬的骨头 他不像瑞克那样有牵绊,同伴的死也没能让他屈服 而尼根负行的原则是,要让敌人惧怕,更让同伴惧怕 就是军没有姓名,统称自己为尼根,所以他的目的是将努哥变为尼根 本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努哥被抓之后的故事发展 就是军的大营,更像是个等级分明的监狱 阿德显然是最明白这种规则的人 如果有人一言不合去开干,多半会有人领盒饭 他就趁机去捡漏,收拾盒饭侠留下的物品 暴力插队,可以摘到更好的蔬菜 色彩鲜艳的三明治,每一层都代表了仓库 就是军的生存原则,就是每个人经历想到别人的尼根 而他们又都听命于真正的尼根,像王者一样顶礼膜拜 但从心里来说,阿德并非残忍冷酷之徒 赚公分的家伙们会被穿上球服,拉去与行事玩游戏 他一直觉得非常恶心 发后他给努哥送吃的,面包夹狗罐头 被他们叫做大饼三明治 努哥想也没想就往最低赛 他已经被折磨得全身赤裸,十分虚弱 但始终没对阿德说过一句话 就这样持续了几天 他终于被穿上衣服,带去医生那里检查 在这里见到了雪莉 雪莉一眼就认出 努哥就是之前烧毁森林和他们遇见的男人 那时他跟阿德还是一对夫妻 现在却行通陌路 得知雪莉到这里是烂烟运的 阿德的脸色有些不对 雪莉告诉他,自己并没有怀孕 但不知道下一次会怎样 雪莉还记得努哥之前帮过他们 就想奉劝他要听话 无论尼根说什么都要照做 走出医务室,他们遇到尼根 阿德习惯性地下跪 同时也把努哥安在地上 尼根要求和努哥谈谈 但是这次他仍然没有屈服 阿德将他带到操场 让他看看犯人的下场 如果想少说点岁 就别再逞强了 在这里,他只能选择做尼根 或者做工人 或者是被插在那里当行尸 努哥告诉他,自己不会下跪 阿德说,他也曾这么想过 这点努哥清楚 自己之前曾逃出来过 但他显然不能理解 那之后的绝望 努哥没有绝望 在被关押的时候 他寻找各种机会逃走 阿德报告尼根 说努哥已经快崩溃了 有些人就是难搞一些 但他会屈服的 尼根提出要奖赏阿德 把女人们打赏给他 任期挑选 只是不知道 上次被咬了一口 现在还能不能行了 这种所谓的奖赏 实则是一种变相的羞辱 阿德并没有接受 而是借口说 自己的工作还没做完 不配得到奖赏 尼根却感到被拨了面子 想进一步刁难 这时对讲中有人报告 出现了橙色事件 阿德不讲刚才的话题继续 便主动提出要去追人 在他出发后 尼根把未识努哥的任务 交给了飞桥 突然换了个人 让努哥觉得有些奇怪 而且飞桥看起来比阿德糊涂 努哥尝试性地推了下门 发现他果然没锁 于是就走出囚事 避过走廊里来往的人 虽然没被救世军发现 但被雪莉看到了 雪莉劝努哥趁着还没被抓 赶紧回去 现在他所说的一切 并不是最糟的 他根本就逃不掉 努哥没有犹豫 坚持往外走 门口停了一些摩托车 努哥刚要去拿 就被一群人围上 肥小早就发现他了 或许门也是他故意留的 他们都在盯着努哥 因为他是尼根要征服的男人 尼根当着努哥的面 问身后的救世军 他们都是谁 大家无意例外地回答 尼根 他想告诉努哥 自己是无处不在的 他这次逃跑就证明了这点 他本可以过上好的生活 却非要明万不灵 尼根相信沙德没把话说清楚 他在这里有三个选择 第一 被插在柱子上 作为死人替自己工作 第二 从老里出来 靠工作争公分 不过那种生活 估计也生不如死 第三 为自己效命 不但可以现在就穿上鞋 还能活得像个国王一样 他没有第四种选择 说完 就准备用他的路西尔 教训努哥 却发现一棍子下来 他面无惧色 眼里没有恐惧 是尼根不能忍受的 会让他觉得挫败 于是他放弃了下杀手 手下们一拥而上 将努哥群有一顿 关回了囚室 雪莉觉得有些内疚 之前在森林时 她的妹妹死后 她和阿德抢了努哥的车 当时努哥说过 他们一定会后悔 结果一语成诚 现在他真的很后悔 阿德一路追踪出逃者 走过一地腐肉的狼藉之地 差点被桥上掉下的行尸咬到 车子也因此抛锚 又走了一段路 发现了逃出来的炮灰格 正在与行尸纠缠 眼看就要扛不住 阿德上前救下了他 手臂也因此受伤 摩托也彻底废了 他只有用枪压着炮灰格往回走 埋怨他害得自己倒霉 为什么要不自量力地逃跑呢 这问题与其说在问别人 不如说是在问自己 炮灰格求阿德放了自己 他们以前的关系还不错 而且尼根对雪莉做了那种事 不该再为他卖命 阿德不要提起雪莉 那只是他的前期 现在的一切都是尼根的 或者早晚都是 他不想面对炮灰格的脸 叫他继续朝前走 除了回去 他没有别的出路 可炮灰格很明白 那不光是尼根的一面之词 回去面对的 就是一根棒球棍 他们以为恐惧都屈服了 可他不愿再那么活着 他跪下恳求阿德 他保证 这是最后一次下跪 但阿德还是拒绝了 他威胁炮灰格 如果不照做 就把他认识的所有人丢进栅栏 把他妻子的尸体 挖出来为乌亚 炮灰格还是屈服了 但他告诉阿德 自己早就生不如死了 在他转身的时候 阿德改变了主意 他很痛苦地举起枪 给了炮灰格致命一枪 但即便他死了 也是要为尼根服务的 所以这一枪 只是打在胸口 回去之后 阿德在楼梯间遇到雪莉 为尼根对他好不好 雪莉回答说很好 反而阿德过得如何 阿德说 自己也不错 他做了正确的选择 起码现在还活着 雪莉随身复合 是的 起码大家都还活着 没像炮灰格那样 一心求死 也没像努哥那样 宁死不去 但这真的是正确的选择吗 阿德继续策反努哥 他的行为害死了同伴 而自己上次出逃 则害死了雪莉的妹妹 不能装作这一切不存在 阿德试图用同伴的照片 来让努哥内疚 而这招显然比酷情更有效 努哥流下了眼泪 他开始绝食 像是要放弃自己 阿德觉得时机差不多了 于是把他带去尼根那里 从尼根口中 努哥得知 阿德曾经也像他一样不屈服 他和雪莉 以及他的妹妹 选择当工人 但妹妹因为身体有病 根本赚不够工分 于是尼根要他嫁给自己 来换取舒适的生活 他说要考虑一下 结果 阿德偷了所有的药 带着姐妹俩逃跑了 他派人去追 为了追这三人 可是花了大力气 在他们回来后 尼根按规矩要选一个人 死在路西尔之下 他点兵点价挑中了雪莉 阿德恳求地放过雪莉 再加上雪莉本人性感漂亮 尼根准而要杀了阿德 雪莉又为了救她 答应嫁给尼根 结果是 阿德受了烙体之心 脸上留上了疤痕 而他的性感妻子 嫁给了尼根 然而经历了这些时候 阿德还是依然加入了他们 成了自己得力的手下 所以尼根认为 阿德能做到的 努格也可以 这里的一切 他都能享受到 只要他回答一个问题 你是谁 努格沉默了几秒 仍旧回答了自己的名字 阿德有些担心 想提醒努格 这是他最后一个机会了 尼根却打断了他 重新将努格关机求是 阿德愤怒了 他痛斥努格的固执和愚蠢 但并非真觉得他愚蠢 而是为了担心 他和雪莉一样 不想努格真的因此没命 努格反而在听完阿德的故事后 明白了一点 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阿德和雪莉 是为了彼此才选择屈服 而他也是为了别人 不能选择屈服 阿德沉默了 他走到栅栏旁 看见已经识变的炮灰格 似乎在盯着自己 这一幕让他感到刺眼 更加看不下去 以上就是《行事走肉》第七季第三集 我努格真爱提起柔情的硬汉 他不会为酷刑折磨而屈服 却会为同伴而落泪 而阿德的心里 尚存一丝反抗精神 他会不会被努格的坚持打动 尿力善大方面的情况又如何 下集继续为大家揭晓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